1.Octavo推出 以希腊和罗马众神为灵感的陶瓷托盘 巴赛罗那家居品牌OctavoG 日推出了一系列 以希腊和罗马众神土案为灵感的陶瓷托盘 据说 这些图层可以抵御邪恶的灵魂 这套色彩鲜艳的托盘系列 分别印有希腊阿克罗神图形 来自Janes的罗马神一个眼睛形状的护身符 以及具备象征意义的手骨带中东的护身符图案 Octavo创始人兼创意总监Muscle Beer表示 将这些古老神秘的图腾 印着在托盘上 是希望在信念送给人们美好的祝福 愿他们带给使用者健康和好运 而几乎所有Octavo的印花 都与古老的地中海传说有关 这些标志性印花 也适用于包括文具 花瓶 杯垫 靠垫和手提袋等产品 做Marman Kopenhagen旗下新品牌去福里 Tivoli 登陆中国丹麦哥本哈根设计公司 Marman Kopenhagen曾被纽约时报选为欧洲十二珍宝之一 而2018年品牌与哥本哈根本地具有175年历史的去福里乐园 Tivoli Gardens 合作推出的新家居设计品牌 Tivoli则是Marman Kopenhagen在风格上的新尝试 Tivoli的第一个系列涵盖照明、布衣、餐具、香芬、摆件、家居配饰等 总计超过300件的当代设计作品 充满童趣的同时 神就保留了母品牌的精致与设计感 而再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上 Tivoli去福里也大胆地选择与知名家居APP好好助合作 与本月在上海设计品牌买手店 The Portograph节选店内落地了中国地区首个体验空间 完成APP与实体家居店 联合首发国际家居设计品牌的新营销方案 在活动上线一周后 多款Tivoli商品受庆 3.Nando与Zens哲品合作 推出莫兰迪色餐具十分高产的日本工作室 Nando在近日推 除了维生活方式品牌折品 Nando设计的一套碗 命名为Tondai 这套莫兰迪风格的碗样貌各异 却都拥有野生蘑菇一样的结构 看起来好像是从另一个生长出来 或从另一个边缘发芽而出的 让人想起蘑菇的生长整个系列 包括七款不同大小的碗 可以以各种方式组合 以适用不同的盛放需求 较大的碗用于盛放或展示水果而较小的碗 可用于蘸降或降式此外 Nando还为品牌设计了名为Plank的茶具系列 包括一款不对称结构的茶壶 一个茶杯 一个马克杯 糖罐 牛奶糊和玻璃水瓶 每个单品都配有可以用作碟子的木盖 4.日本最新的家居机器人 Lovit Wei 儿生日本公司Gruvas 最近推出了自行研发的家用机器人Lovit 一个外形软萌的卡通机器人 在开发三年多的时间里 Lovit基于一点点爱 并可以改变世界的概念逐步成型 而Gruvas则将技术的重心 放在如何提高用户的舒适感和爱的感觉 而不是便利性和效率上 通过安装在头部的传感器和相机 Lovit能够识别声音 并记录其周围环境区别人类与动物 以及对整个房间进行准确扫描 并立即找到他的主人Lovit的眼睛 有六层结构 以确保他看到的世界跟人类无异 其外部有可拆卸和可清洗的毛毡图层覆盖 具有触感敏感性 当被触摸时 Lovit会立刻做出反应 比如转向Gruvas追求的不是效率或实用性 而是希望借由Lovit可爱的性格和活泼的表情 让人们真正感到快乐 如研发团队所说 虽然机器人在日本并不是新事物 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长 拥有更多人性化功能的培护机器人 在未来将成为全球日益严重的 孤独问题最有效的结局方案之一 Lovit现在已经在奇观网开通了预定通道 计划在2019年秋节正式发布 每个机器人售价约在3000美元左右